一直都说钱乃神人外之物 但是对于一些一出生就含着金汤钥匙的富二代来说 金钱将陪伴着他们的成长道路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富二代 同时也是正三代的连胜文的故事 1970年连胜文出生于台湾 家境十分的优渥 从小就一室无忧 连胜文成长在一个政治的家庭 他的曾祖父连恨是台湾历史学家 住有台湾通史 祖父连郑东承认台湾内务部门主管 父亲连战则是台湾前副领导人 所以连胜文可以算得上是正三代 不过连胜文身上却没有沾染那些富家子弟的神迷之气 反而在学习上十分的刻苦 大学就读于辅仁大学法律系 最后更是赴美国留学深造 深造之后获得了美国格伦比亚大学 法律硕士以及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连胜文并没有选择法律相关的专业的工作 反而投身金融界 曾经担任过美国同勇亚太创政执行董事 以及摩根式单力投资银行副总裁等职位 后来连胜文便回到了台湾 发展自己的事业 起初这个男人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能够被大家熟知还起源于他的一段恋情 2004年的6月19日 有媒体拍到连胜文挽着胡佩成的照片 两人的恋情就此曝光了 作为殖民的主持人 胡佩成的口碑一直都不错 多次主持一些颁奖典礼或者晚会 高颜值高学历的他在演艺圈从来不缺追求者 当连胜文和胡佩成在一起的事情 被媒体曝光之后 立刻引起了轰动 曾经上过节目的胡佩成连战 连芳与夫妇也表示非常喜欢胡佩成 两人恋爱之后 连战夫妇还特意宴请胡佩成 和他的母亲林月云 以表达对胡佩成的喜爱之情 在胡佩成过27岁生日的时候 连顺文还送了27样礼物给对方 两人之间相当的甜蜜 在他们分手之前 连顺文送给了胡佩成的礼物 一共价值400万台币 遗憾的是 他们这段恋情感吃只维持了三个月 分手之后 连顺文在媒体上表示 我曾经深深的深深的爱过他 不希望他受到任何负面与不实的批评 我祝愿他永远的美丽 幸福成功 后来连顺文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女 蔡依珊在和胡佩成分手之后 连顺文十分的不舍 而他当时的外婆过时 公司缩编 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 都受到了打击 连顺文整个人陷入了低谷 甚至一度对未来产生了怀疑 直到2005年的夏天 在一场朋友的生日派对上 连顺文遇见了蔡依珊 并且对他一见钟情 顺势地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连顺文形容当时的感觉是 暗沉的黑马马上转为灿烂的星空 而他和蔡依珊的恋情 并非外人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反而一波三折 两日恋情经历了不少人的阻挠 蔡依珊的爷爷蔡锤碧 靠着海运生意发家 父亲接管了家族生意 母亲直撞骂了红豆师傅 蔡依珊从小就喜欢读书 家人们都称他尾书呆子 长大之后 他考入了世界顶尖学府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毕业之后又考入了 美国布朗大学工读硕士 并取了了神话硕士学位 起初蔡依珊的亲友团 出于种种的考虑 驻晒了重重的围墙 对连蔡练投下了反对票 以至于有一次 连世文在田顶上 接到了蔡依珊的短信说 抱歉我不能和你吃饭了 连世文形容自己 当时痛苦的想要跳下天池 不过只能很有风度的回复说 也许这辈子不会再见面了 祝你幸福 隔了一会 蔡依珊才回信说 Very nice of you 谢谢 连世文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 反而克服了种种的障碍 最终抱得美人归 后来令蔡依珊接受连世文 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 据说蔡依珊和连世文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要离开台湾 她拜托这位朋友 请蔡依珊到机场见个面 于是蔡依珊就让连世文 在机场等一下 说大约30分钟就能到 没想到最后连世文 等了三个小时 而她也毫无怨言的 一直等到见面 蔡依珊也终于被这份执着打动 之后两人便谈起了恋爱 而后蔡佳人 也被连世文的付出感动了 2007年 连世文和蔡依珊举办了婚礼 两人更同幸福的地步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蔡依珊迅速怀上了宝宝 2008年的2月12日下午30时10分 连世文和蔡依珊的第一个小孩 在中山医院出生 是一个男婴 重大七斤 身长50公分 连世文全程陪伴着蔡依珊生产 看到儿子出生的那一刻 她联露出喜悦的身心 并说当时非常的激动 因为过程中太太很痛 怀胎38周 从症痛到生产出来 花了7个小时 据悉蔡依珊是当天下午 在逛街手突然症痛 紧急赶赴中山医院 提前了8天生产 蔡依珊是采用自然生产 产后的婴儿期待血 也交由医院处理 傍晚 连世文出面公开了儿子的效应 并把她取姻缘名为No Mano 她说很激动 我太太花了7个小时的生产 非常的顺利 感谢上帝赐我这个宝宝 连世文还大方透露儿子的长相 表示儿子的鼻子和眼睛很像妻子 身材像他 之所以取名为Rumano 大名为连定杰 因为儿子应该是与他与蔡依珊 在意大利罗马时所嗨 但他也说将来儿子若想改为 美国花的名字也可以再改 Rumano出生也意味着 连家第一个长孙出世了 生产时 作为孩子奶奶 连方与交集就守候在病房之外 爷爷连战爷在孩子出生之后 当晚7时20分赶到医院 立马急匆匆的重入病房 去看完金孙 根据连声文的友人李德威指出 依照Numano出生的时刻推算 四位命令老师不远而同的指出 这个孩子未来的异性家园 桃花很旺 但这个也可能影响他事业的关键 因为老师指出他重振的运势 可能胜过爸爸老爸连声文 蔡上吉老师就赞他有 雄霸一方的格局 无论未来如何 这位连家长长孙的未来 肯定备受注目 时光如梭光阴四见 没过几年 当初的小婴儿也长大了 2013年的时候 连定杰已经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 于是连声文和妻子蔡一山 便载着插到幼儿园报道 连定杰的初体验表现为 打房合群和同学互动良好 连声文夫妇将连定杰送到教室之后 和其他的家长一样 在教室外看小孩子的适应情况 到了幼儿园开放时间结束之后 两人才离去 和其他家长可能基于 对于连声文尊重的隐私 没有打扰 只有一名认识的家长和连声文夫妻打招呼 连声文似乎也有意低调 在教室外看儿子上课的时候 刻意省走廊柱子相对的位置 让人不易察觉 和爸爸同学水平做的连定杰落落大方 进入了教室之后 他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将书包放到植物柜 然后就和同学们一起玩模型火车 远方安排的课程有小组活动 点心时间 早会 英语教学级两个单月的活动 中午12月10下课 连定杰整理好书包等家人来接他放学的同时 还有两三名同学习习起来 可能为了避开人潮 蔡依山近12时20分才到教室 此时只剩三名学生 他向老师了解连定杰上课的情形之后 便将连定杰代理 走离教室没几步 便拿出糖果给连定杰吃 似乎在奖励儿子上午的好表现 而连声文和蔡依山还有一个小儿子 叫连安杰 也非常的出色 前不久便有媒体拍到 连安杰和同学进行了主球比赛 不管是羊貌还是身形 都与连声文十分的相似 其实连声文近年来一直都在政界发展 所以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 早在2004年的时候 连战投身选举活动 连声文为父助选 政治能力逐渐得以展现 2005年4月 连战卸任之前 率团赴内地展开破冰之旅 随为长子的连声文也随行见证 也就是在同年连声文开始重振 首次进逐以排名第二的位置 高票当选重要职位 成为了台湾政坛的新秀 此后连声文连选 连任夺届该职 在连声文重振的这段期间 关于蔡依山的身份也引起了争议 起初连声文靠着蔡依山 在演艺圈的名气来竞争 但是后来有媒体爆出 蔡依山其实是外国人 缺有的是加拿大的国籍 而这对连声文的事业 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直到2013年9月 连声文主动放弃自己的选举资格 开始了创业生活 连声文在刚结婚的时候 虽然有点胖 但毕竟个子很高 还过得去 结婚之后 她的发福之路便开始了 特别是连声文重振之后 先后遭到意外 以及肾脏手术 人越来越胖 蝙蝠时期的体重更是突破200斤 被网友赐外号为神猪 连声文胖的时候 看得特别的苍老 还患有严重的脂肪肝 身体健康 状态一直都让人很担心 因此她便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最近出现在大陆面前的她 甩出了新的高度 减肥已见成效 对于连声文的减肥秘籍 由媒体进行了采访 她在镜头前 大方想要和减肥的网友进行了分享 她建议想要减肥 以前去找一个详性的营养师给建议 自己减肥 依靠饮食均衡和运动 过去很偏食 现在正常吃 不挑食 终点是少油少盐 减辣 还表示一定要吃白饭 不能吃炒饭 再慢慢的减量 作为一个上班族 连声文也要经常的出差 不可能每天固定的时间运动 只能找时间运动 她周末时间多一点 就运动多一点 周一到周五便找时间散步 陪小孩打球 要是真的没有时间 平时坐车五分钟到开走路十分钟 逼自己动 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 实在不行就在家练 教功夫一生 铁柱摸成针 想要相信减肥的网友 听到这也能有收获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